大公報 沈鐵梅 毛俊輝唱談戲曲 2015年7月22日文化A22 大公報信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講座系列第五講 《川劇傳承的新思維》將於8月22日舉行 被譽為川劇聲康女藏原的重獻市川劇院院長沈鐵梅 與香港演藝學院戲曲學院院長毛俊輝 將暢談古老劇總之當代發展 沈鐵梅多年來傾力發展川劇 是當代川劇領軍人物 他的聲康改革為古老川劇帶來新的藝術風貌 不但改變了傳統川劇的形象 更帶領川劇走進當代人視野 並推廣至世界各地 而無盡揮則一直致力以新思為推動粵劇傳承 兩人將二川劇發展經驗為起點 分享對創新及活化傳統戲曲之見解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 余國烈表示 沈鐵梅的藝術成就及他推動建設 重獻川劇藝術中心的經驗 無論對香港粵劇或是對西九戲曲中心都具有重要的借金價值 重獻川劇藝術中心由沈鐵梅主持建設 是中國首歌集演出、創作、人才培養、博物展覽、文化傳播、旅遊、行政辦公於一體的戲曲藝術中心 為中國戲曲院團樹立了新的發展範飾 余國烈說 《戲曲中心》講座系列過去要得多名 內地與香港的戲曲家喬楚與本地業界交流、培育本地戲曲人才 正好對應未來戲曲中心同時堅負保存及發展戲曲文化的定位 《戲曲中心》講座系列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與日本港兩所主要戲曲培訓機構香港八和會館及香港演藝學院合作 邀請海峽兩岸的戲曲專家和藝術家與本地專家對談 分享他們的經驗以及對未來戲曲發展的見解 《穿劇傳承的新思維》講座門票在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